台湾海峡开始弥满西方列强争霸的笑颜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于此时被拽上了台海争霸的历史舞台 他就是郑志龙 在1624年这年夏天 郑志龙跟着荷兰人 从澎湖撤退到了台湾西南部的大院 荷兰人派他建立起一支武装船队 配合他们的联合舰队巡逻台湾海峡 阻止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 北上日本去跟日本人做贸易 这是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台湾海峡上 阻止从福建到马尼拉 跟西班牙人做生意的福建民间船只南下 抢他们的东西 不准他们跟西班牙人贸易 所以后来史书叫他是海盗 但是第二年 荷兰人发现郑志龙跳槽自己单干了 他就离开荷兰人自己 拉起来自己的船队 结果势力比荷兰人势力还更强 郑志龙之所以自立门户 是因为天启五年 发生了两场让他意想不到的 大为大喜的变故 先是在秋季九月 严思齐率步到侏罗山捕猎 不幸染病身亡 同一年很巧的就是 李旦他回到了日本 这一年呢 大概十月份吧 在日本贫户去世 那嘉义的汪港这块基地 等于群龙无首 失去首领的汪港群雄 以他们特有的方式 推举郑志龙为姓蒙主 李旦在台湾的雄厚资产 也被郑志龙输入囊中 三十而立的郑志龙 顿时作用巨大的财富 和强劲的人马 郑志龙是继严师齐之后 然后以台湾为大本营 郑志龙树起招兵 跟十七个闽南海上豪强 结拜为十八支 相当于十八支 武装船队的先锋首领 他的名字也由此从医官 改为芝龙 郑志龙屯兵台湾 金银海上 纵横明月一道一上 福建沿海地区 大批民众逃本而来 台湾大本营势力 不断壮大 达到巨艇数百 巨途数万的规模 相当于出现了一个 已见雏形的汉人政权 沿海丧天 当年风范云集 人马宣唐的王港基地 今天已变成这片宁静的 好美丽田园 仅有王港太盛宫里 一尊特别的神像 保留下那段历史的印记 这是台湾最早的 马祖像 印证着明朝末年 汉人就在这里 拓肯定居开庄立庙的 古早往事 郑志龙在台湾开创出 现任基业 但当年 他被视为东海最大的海贼头 简单地说就是 官方认为他们是海盗 他们自己认为是商人 就是不合法的商人 在大航海时代 就是中世纪末世纪 海商跟海盗是没有其分的 是一个人的两面性 他如果能够做生意 他就做生意 不能做生意 他就强 海进延 商就变成大 海进宽 道就变成商 全世界被刺 郑志龙日益壮大的海上武装 在明月间互奉获运 明朝军队多次派兵准交 均已失败告终 明政府对其无力剿灭 只好转而着安 终于在明朝贞元年九月 郑志龙接受了福建巡府熊文灿的招服 离开了台湾 明朝贞元年九月的某一天 这座屋里长桥想必走多一流比桥还长得好大队列 少小离家的郑志龙从台湾回来了 他年轻还家 只苏航两斤细软饱满 兴犯琉球外国的武 率部中三万余人 船只千余搜 郑志龙回来的时候 正逢大灾之年 福建连续三年遭遇大旱 鸡鸣无数 这时让福建巡府熊文灿一筹莫战 刚从台湾归来的郑志龙给出了一个办法 赵鸡鸣赴台坑荒 明末清出大学者黄宗熙的刺姓史墨又如下记载 乃招鸡鸣数万人 人给银三两 三人给牛一头 用海帛载至台湾 令其山舍 开坑荒土为天 我也有一些人提示 我质疑 当时的福建省鸡荒的情况那么严重 然后呢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牛 数量无从保证 但福建当时确实发生灾发 在这种情况下 郑志龙把福建沿海的鸡鸣 移送到台湾开放 是完全可能的 虽然呢 不一定是每个人 给这个鸢三两 还是三个人给牛一头 但是呢 这些基本的开坑所需要的经费 由郑志龙等等来提供 我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他的这个经济势力是非常的潜大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来组织 那么呢 郑志龙跟宣文昌在重真人间的 这次移民就是第一次由中国政府来组织的 这种有激发的移民 优优独播剧场的一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